兄弟们,新成员又又又又到了 解释一下,这回不是我买的 是一位粉丝朋友送的 点赞感谢,下面为大家 不是,这鱼怎么不动啊 你可千万别挂呀 你挂,呀,动了,动了 兄弟们,动了啊 感谢这位兄弟,给你抱个喜 这条鱼是活的 蛮漂亮啊,这条鱼 来,上缸里面过水过温 不得不说,送鱼的这位朋友 是真好奇啊 出手就是一个大金头 瞅着头上的金色 隔着袋子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这身上的花纹 漂亮 不过呢,送咱们鱼的这位粉丝朋友啊 和我说了,这条鱼有瑕疵 它鱼塞的塞盖 有一面微微翘起 但是没有影响 我发现什么呢,这条鱼应该比较鹤 看到没有,它整个肚子下方 都特别扁,但是没关系 到我手里,我一样给它养的肥肥胖胖 绝对把它养成一个货真价实的大金头 兄弟们,等会儿入缸,瞧好吧 抽个空,咱们来看看这一位 兄弟们给它刺名 叫做疯狂小鸭鱼 狂子我不敢当 但是疯 这玩意儿确实有点二五零 来,喂食 小小龙虾 下去 你瞅瞅 这小状态 好多人都说我买到饱了 我就纳闷了 这玩意儿虽小,这状态怎么会这么好 再给它弄一个 小鱼 掉了 小鱼再来一条 看看 它是要鱼 还是要虾 那我估计它指定要虾 你淡定一点 你别动 每次喂小鸭鱼 你都这么激动干啥 别看,等会儿喂你 瞅瞅 这小状态 没事了啊 经过几次实验 这玩意儿对这个小龙虾可以整团 它只要它能吞下去 就拿不到它,也刮不到它 哎呀,好夹 吃的有点慢 你激动 来吧 整个泥锹 你看看你的状态 哟,这小状态 不得了啊 你还真回来了 给你换个地方 你回来了 干嘛 老家住宴了吧 之前 是啊 你之前是不是在我那地方住宴了 就想换个新地方 换换心情 这不一样不一样 确实不一样啊 咱们大食人鱼回来了 过段时间 小食人鱼长大了 和你一合钢 不得了呢 尼丘下去了 别光光在这里摆 尼丘下去了 没看到一样 你给它搞个毛 再给它搞一条 看到啊,尼丘啊 下去啊 到嘴边 嘎嘣嘎嘣脆 没吃到 虽然是状态 咬都咬不住 尼丘都咬不住 你想 你想怎么叠啊 尼丘到嘴边都咬不住啊 我去 点用没有 小老黑 瞅瞅你那望穿秋水的眼神 来条尼丘 哎,下去吃吧 不吃 等会他会偷吃的啊 这玩意就这样 你看 不吃这里哪会造这么多 不搅救卫生 大金头 顺利入高 兄弟们 咱们平时看惯了黑不溜秋的福岳 猛然弄一条金头过来 是不是蛮有新鲜感 这个多亏了送我鱼的这位兄弟啊 非常非常感谢你 兄弟们 给他点个赞 虽然你跟我说 这条鱼 它的塞子里有点小瑕疵 但是 我还是得感谢你能送给我 到我手里 我认为它就是一个宝 好吧 这玩意说实话 确实需要 给它养一段时间 才能养回来的状态啊 鱼塞这里 有点翻起来了 然后呢 可能是 长时间没有吃东西 这个 肚子饿得比较扁 这个问题我也看到了 然后你们注意看 这条鱼是红眼 这个应该就是传说中的皇家火箭吧 不错 蛮漂亮 感谢这位兄弟 非常感谢啊 然后这个钢 这个大红鱼 你马上就要下岗了啊 鲸鱼 咱们给它移到这缸里来了 它拼命撞缸呀 移到这里 我给它弄了个滴水味 由着你撞吧 再撞啊 我就帮你 酸菜鱼 然后呢 咱们这位大金头 我让它静养两天 期待它能尽快开始 把它的身体给它吃的 和我们佛一样 一圈又一圈的粗起来 好吧 有点吗 今天先这样